自2020年11月6日起,从美国前往中国的所有乘客需要获得中国驻美使领馆审发的绿色健康码或证明才能成绩。 对搭乘直飞不经第三国中转的航班自美赴华人员,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各自指定的检测机构完成核酸和血清Igm抗体各一次采样和检测,并获得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为阴性的证明。 之后,根据核酸检测地,按领区划分,向中国使领馆申请绿码。 中国公民通过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填写和上传材料。 外国公民通过邮箱或在线方式提交材料。 若通过,使领馆会向中国籍乘客核发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向外国籍乘客核发加盖中国驻美使领馆印章的健康状况声明书,或带HTC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绿色二维码。 最后,请在绿码或健康状况声明书有效期内成绩。 无论您是否接种了美国疫苗或中国疫苗,核酸和血清检测仍然需要呈阴性,入境后也需遵守中方的隔离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